Hello大家好,首先呢在这边祝大家感恩节快乐 那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视频呢是我的haircare routine 那我其实很长时间没有分享haircare的东西 因为我自己个人本身呢主要保护我自己头发的方法就是少染烫 我是从来没有染过头发的 然后烫头发呢可能也就烫过两次左右吧 就烫过一次纸板然后烫过一次卷发 然后之后就再也没有烫过头发 所以我自己其实护理我自己头发最好的方法我觉得就是少染烫 但就本身用的护理产品其实也非常的重要 只是我之前一直没有用到让我觉得很有很有感觉的产品 那最近呢我接触到了一个品牌的haircare 我觉得真的是有让我看到效果的 所以今天就想来分享给大家 其实之前呢试过很多就是欧美还有日本的头发的产品 但我其实从来没有试过韩国的haircare除了铝的这个牌子之外 那这次呢我接触到的品牌是这个叫Lador 这是我之前在看那种韩国的美妆节目的时候听到了一个产品 后来我就去找了一下他们的产品 然后居然可以在yesstyle买到 然后我就买了他们一系列的产品 就是回来试用看看 那首先呢我试到了第一个产品是他们家的这个daily clinic shampoo 那这个shampoo呢它是说是for damaged hair 就是说如果你头发有一些损伤的话它是很适合的 那我自己用下来的感受呢我就是觉得它是那种就是让你的确是洗了之后 你的头发比较不会觉得很毛躁很干 但是呢它又不会让你的头发很塌 因为我自己是那种比较我不是细软发我是比较粗的那种头发 所以我以前用那种比较滋润一点的洗护产品 我头发就会很塌就特别是头顶的部分会很塌 那用这个洗发水呢我就会觉得就是头发没有那么毛躁 但是我头顶并不会有很塌的感觉这点我很喜欢 而且呢它是这个silicon free百分之百silicon free的产品 就我的头皮其实是比较敏感的那种头皮 所以我用这个之后呢我会发现我自己 就是一个是头皮比较没有那么容易有头屑的问题 第二个呢就是我比较没有那么容易掉头发 就是开始使用这套产品之后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洗发水就是还不错 但其实最最让我惊艳的是他们家的头皮护理的产品 所以我刚刚跟你们讲说我头皮其实一直都非常敏感 因为我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就是我很喜欢抓头发 特别是如果我在工作或者是在读什么东西的时候 我需要思考一个问题 就我在思考的时候我就很喜欢抓头发 其实是一个很不好很不好的习惯 我知道我是个很不好的习惯 但我有的时候就会下意识的就会挠头 所以我就我头发经常会有就是头皮搔痒 或是甚至会有红肿的问题 就是我自己经常会挠头 其实是很不好的习惯 但是我老是会觉得我头皮会痒 那所以我就后来就是一直在找一些头皮护理的东西 然后就碰到了这个产品 那这个呢叫Dermatical Scalp Tonic 它就像是一个喷雾的状态 它喷出来就是一个水 就是完全不油腻 很清爽的一个水状 那我的用法呢就是我在洗完头之后 会把它直接喷在整个的头皮 特别是我很容易痒的部分就是这个前面 就是基本上就是这个这个部分 我是很容易会痒的部分 而且我甚至还会有一些小脱发 就一些对就是会有一些脱发的状况 所以我就开始喷这个 然后我大概喷了有一周左右之后 就有发现很明显的改善 一个是我头皮比较没有那么容易痒了 而且我觉得它喷完之后 我脱发的现象也有减轻一些 可能是就是这两个搭配的这种效果 但是我觉得这个效果 是让我感觉更明显 因为喷完这个之后 你的头皮是会有那种 凉凉的很清爽的感觉 就有点像擦过清凉油的那种感觉 就是很清爽 然后凉凉的很舒服的那种感觉 然后好几天我头皮都不会有 就是那种骚痒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挺有效的一个产品 然后喷完大概一周左右之后 我也会慢慢发现 就是我掉头发的现象 就是有比较减轻一些 所以如果你有头皮的问题 就是头皮搔痒头皮敏感 然后或者是有脱发的现象 都可以试试看这个头皮的喷雾 非常舒服 再来护发的部分呢 我用的是这一套产品 这两个呢是一定一定要一起用的 我其实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 这一类型的护发产品 就是要两步骤这样子 因为我是很怕麻烦的那种 但是这两个呢一定要一起用 因为一起用的效果真的太棒了 首先第一步呢 你要用的就是这个Wonder Tear 那它呢是一个乳液状的这样子一个护发素 那你就是洗完头发之后呢 你把头发就是里面的水都拧掉 拧到半干的状态 然后呢就是擦这个 因为它是水状 所以你完全不用怕你头发会油 所以你可以直接 我就是直接从就是发根 离发根大概一寸左右的距离 一直抹到发尾 就是整个头发上你都可以把它抹上 然后大概停留一分钟左右 然后用温水把它冲掉 然后它呢主要是给你头发补水 一个是它会让你的毛鳞片 就是比较的顺一些 然后再来就是它给你头发 注入很多的水分 就头发比较没有那么容易干 容易断 这是第一步 然后用完了这个之后呢 我会再加一个这个Wonder Bomb Wonder Bomb就是跟法膜的用法 基本上是一样 我会把它抹在就是头发一半 往下到发尾的位置 然后停留大概是一两分钟的样子 然后再把它冲掉 就这样子的两步 然后我用完这个之后呢 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出来 就是我头发的状态 就可能现在光线没有那么好了 因为今天录影时间比较晚 头发我感觉就是特别特别的顺 然后光泽感很好 这样子一个状态 就这样看得出来吗 很顺 然后光泽感很好 然后分叉的那种现象感觉 也没有那么明显 就是真的是让我觉得 就是有肉眼可见的改变 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很神奇 然后他们家其实还有推出 安瓶类的产品 就是如果你是很受损 很严重受损的头发的话 你也可以试试试 他们家的安瓶类的产品 那我自己个人就反正用这两个combine 就已经看到非常非常明显的效果了 那冲掉之后呢 你不是要吹头发吗 然后吹头发之前呢 你可以选择再擦一层这个wonder bomb 就是擦一点点 然后把它擦在发尾的部分 它可以做一个隔热和补水的这样子一个作用 所以你在吹头发或者是用电棒之前擦它 就是对发尾是一种保护 或者呢如果我那天头发并没有那么干 我会擦这个 我会擦这个 这个是Tubaki的Hair Milk 就这个他们家的产品我用过很多很多年了 就是大学的时候就用过他们家的洗发 我觉得他们家那个白色系列的那个洗发护发素那一套都不错 然后这个Hair Milk呢它是比较清爽的这种质地 所以就是如果我那天可能头发没有那么干我就会用它 然后如果干一点的话我就再擦一层wonder bomb 然后你再去吹头发 对就是做一个隔热的这样一个处理 从Hot Hours的角度呢 这个我之前好像讲过了 我一直都在用的就是这个GHD的纸板夹 我觉得GHD的纸板夹跟我之前 我之前用过Revlon的纸板夹 就跟那个比的话就真的差很多 就我觉得它就跟我用的吹风机一样 我用的吹风机是Dyson的吹风机 然后我觉得这两款产品都是比较没有那么伤头发的 就是如果你很在乎头发的这种保养 我觉得在Hot Hours的方面也要选择 就是稍微比较那么没有那么容易伤头发的这种产品 而且我发现如果我坚持做这样子的护理的话 我头发也会长得比较快 就是我头发很快就会长很长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很想要留长头发的人 也可以试试看就是多做这方面的护理 你可能头发也会长得比较快一些 好那以上呢就是我近期使用的Hair Care产品 我会把所有我今天讲到的产品的链接都放在下面的信息栏 就大家可以去找找看如果你有需要的话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视频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然后如果你们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或者是你也用到什么其他很好用的产品呢 都欢迎在下面的留言板留言给我 那感谢大家的收看今天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这支视频的话记得帮我按一个赞 那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